同樣也執行市場分流的 還有在基隆市這邊 同時今天早上的基隆市長林又昌 帶來了好消息 因為基隆的長庚醫院 引進了PCR的自動檢測系統 未來的篩檢量應該可以大增 一起比出加油手勢 市長林又昌左手邊這臺白色機子 就是基隆長庚醫院 最新引進的全自動新冠病毒 檢測機台 現在一天的PCR採檢量能是一天一百四十例 那未來長庚醫院一天 這個檢測的一個量能 就可以達到八百四十例以上 大大增加篩檢效能 只是北北基防疫圈要能建立 林又昌時不時就向雙北市長喊話 如今再度發文點名柯文哲 臉書標題寫下 感謝柯市長再次聽我的話 當民眾自律不出門 傳統市場卻人山人海實在諷刺 這是哪門子的防疫 文莫又感謝民眾黨認同 自己主張再次感謝柯市長 被解讀 算位十足 對於傳統市場分流 兩位市長隔空喊話 只是柯文哲防疫焦頭爛而知濟 林又昌臉書再度點名感謝 見指臺北市意味相當濃厚 柯市新聞 岳豐理事件 綜合報導 作詞文室共يف協力